我好想好想知道 陈时中确诊之后的情况 第一个 他是防疫指挥官 他的位置很重要 很多政策靠他拟定 所以我们当然想知道 对不对 他状况如何 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 我觉得在任何国家 放出四海而皆准 很多国际间的领袖 不是都第一时间 公布他们的健康状况吗 那另外呢 他打什么疫苗 大家知道 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包括我们看到 他有没有打1922 应该是没有 那他视讯看整的情况如何 还有包括他的用药等等之类的 我们都很想知道 拉丸报讲了好几天了 他终于告诉了大家 不是 他没有告诉大家 哎 开箱 他主动打电话给自由时报 好有意思 主动打电话给自由时报 说非常感谢关心 发烧三天 他发烧三天 他重症 发烧三天 事实上是还蛮危险 但已经退烧了 有咳嗽 咳起来骨头会痛 然后呢 其他时间还好 按照医嘱 他服用墨沙冬 他不是服用辉瑞的 因为那个对于慢性病来讲 有交互作用 他有慢性病 他说呢 服用墨沙冬的药物 那他说他有慢性病嘛 所以不适合用辉瑞的 然后经过这次染疫经验 我告诉大家啊 确诊就是好好休息啊 尊重医嘱吃药啊 休息啊 染疫了别想太多啊 好好休息啊 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他打电话 独家打电话给自由时报 他为什么不愿意再确诊的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在防疫中心就试讯一下啊 你觉得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从倒过来讲好了 我觉得他第三段 就是刚刚这个消防节 整理的第三段 说告诉大家说 染疫了之后就是好好休息 遵从医嘱吃药休息 染疫就别想太多 好好休息就好 我觉得其实 其实陈时中讲这个话 让我觉得听了之后 非常刺耳啊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 这个老先生 我们说他的长辈好了 然后呢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你种种的错误政策 跟该准备的药物 该准备的医疗量呢 都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今天可以这样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讲着说好好休息就好了 有多少的长者 早先因为你的政策 始终的非常的僵化 所以他们甚至必须 在确诊之后还要 或者他不知道自己确诊 然后他就必须要去排队 做PCR 在那个这样子 去忍受那些身体的不舒服 然后同时在一个 这一个很多人的空间当中 去承受那个 担惊受怕的过程 而且这个时间 通常旷日费时 然后即便 即便获得了一个确诊 获得了一个确诊 他可能拿不到隔离通知书 他可能拿不到确诊的证明 他可能没有办法被投药 他可能看不到医生 没办法住院 这些你都不曾经历过 其实我觉得陈时中 像这样子讲 这种轻描淡写的讲这番话 会让我一直想到说 像周玉寇确诊的时候 他说PCR很好做 我快晒了十次 还有人专门到家里面 去帮他做PCR 我都觉得这些 一般民众听在耳里 会觉得 难道不会觉得很刺耳吗 难道不会觉得很揪心吗 你们都讲这样 好像轻描淡写 你们觉得所有一切 我们得不到的 你们得到 你们享受 你们还觉得理所当然 这件事情是非常糟糕 那讲到说自由时报 我觉得自由时报的记者 我个人对那位记者 是不认识的 那我只能说这你意外吗 陈时中过去这两年多来 他固定接受周玉寇的专访 他接受郑鸿瑜的专访 他固定接受特定党媒的专访 他什么时候会来给 小房姐你有考虑过 你有想到说 你可能会找到他吗 我在什么时候 呼唤过好多次啊 我说如果他来的话 整个两个小时都给他 所以我觉得这次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也许在技术面上 民进党就是惯于操纵媒体嘛 陈时中是英系的 英系当初寄予厚望的 这样子一个台北市长 要给他的这样子候选人 所以英系怎么操作蔡英文 蔡英文500多天 不接受记者访问 那陈时中当然也只接受 自己同温层的访问 所以他在技术上面 可能是一个比照蔡英文 来办理的这样子的做法 可想还不是记者打给他 他主动打给记者 主动打给记者也是一样啊 同温层啊好朋友嘛 对不对 你说他去周一扣 他有讯息要放 对他跟李秉颖这么喜欢 去周一扣节目 难道每次都是周一扣 他吗 搞不好也有他自己 你想要去放新闻的 这样子的可能性存在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个就是技术性操作 再来就是他已经习惯同温层了 他已经习惯那些人 就是不会挑战他 不会质疑他 可以让他讲出那些 讲出那些他想讲的话 他为什么不愿意 在下午两点记者会当中 视讯一下 那也很好啊 他如果是他想告诉大家 大家就是全部的民众嘛 对不对 那自由时报不是 大家都会看 你可以在这个视讯会议 下午两点 跟罗一军视讯一下 那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也许可以啦 应该我应该说 应该是说就是可以啦 但是其实 其实我也不想看啦 我只想送你几个字啊 要就怪病毒啦 好所以请这个陈时中 拜托你好好保重 现在是这个自主应变嘛 自主应变受到了祝福 就祝福你 所以我想请这个 小心谈一下 我们周边真的有 好多好多的朋友确诊 确诊的话朋友 大家第一个就是关心嘛 请你多保重啊 心里会有点担心 如果家人确诊的话 更担心 但是对于陈时中确诊 对于徐国勇确诊 对于这些 民进党籍的高官确诊 大家除了送上祝福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之外 心里面真的有些复杂 无味杂陈的一些情绪 那就是刚刚凯翔讲的 对比我们台湾人 在过去两年当中 排队啊 大排长龙啊 甚至很多亲爱的家人 或是长辈走了 甚至是呢 包括怎么样 就是大家共同的记忆 有些不科学的一些行为 包括疫苗买不到 疫苗这个打不到 高官们都先打等等 我觉得那个 心里面的强烈的被剥夺感 所以难怪你知道吗 最近看到这个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 哈哈哈哈先笑 先笑完以后 其他的情绪才会涌出来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 都会想笑 因为呢会觉得说 你们先前把自己吹捧了这么高 然后在神坛上面 然后要求说 大家都要顺时钟 不能逆时钟 结果呢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一染疫以后 就会感受到民众的痛苦了吧 好 这个是一个问号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呢 你看 陈时钟说呢 他咳起来连骨头都会痛 那你能不能去 用你的同理循序思考看看 你们先前在指挥中心 记者会是如何把人命化为数字的 你们这样子的做法 是不是很冷血呢 你是不是你现在咳起来 骨头都痛了之后 你才感觉到说 哦 Omicron不是像何美乡 所讲的那样 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做个好黑术吧 是真的每个人会非常的不舒服 我有很多朋友确诊之后 他讲他们很生气说 谁跟我说这是轻症 那无症状的 我喉咙的金瓜爆炸 好像刀子在割一样 到底是谁骗我 那个算是无症状 你喉咙快被割掉了 也是无症 也是算是轻症 喉咙有被割的解决 这都是算是轻症 他就说 谁告诉我说 这个轻症不会很不舒服 跟流感一样 他说跟感冒根本不一样 比感冒还要严重 你知道昨天这个王仁贤 医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他说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得了这个 就是流感加感冒 两个加在一起 是嘛 所以就是有得过流感的人 大家都知道 那个不舒服到 很多人都去医院打点滴 很多人因为打点滴 然后狂吐 然后非常不舒服 你如果是说流感的不舒服 再加上感冒的不舒服 这种combo组合拳 真的一般人耐受不了 所以先前你看 我们每天几万几万人确诊 那最高峰的时候 八万九万 这些人他过去都已经体验过 不舒服的感受了 那因为你的指挥中心政策错误 先前的人更不OK 为什么 他们连打1922 连打119都无所适从 然后永远满线 居隔通知单开不出来 没办法请假 这些事情还是 陈时中他们根本不可能 不会碰到的 所以人民的不舒服加不方便 也是更胜于这些做官的人 所以陈时中一直到了今天 他染疫已经第几天 然后主动这个动作也是 很奇怪的一个动作 但是还有爆料人士说 卫福部内部的公务员说 光是卫福部啊 染疫至少10%到15% 然后非常的辛苦 工作也不能停 回到家里呢 就是一家确诊 所以对照苏仁昌去安慰 徐国勇建议好好休息 公务人员很不是滋味啊 徐国勇部长可以好好休息 抱歉我们内部部基层公务人员 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陈时中 在他确诊的前一天 他讲了一番谈话 很有意思啊 今天有这个医生有意见 他说什么呢 今天有位这个专家说 希望我们的防疫 不要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这就是陈时中的原文啊 6月11号他说 面对疫情指挥中心 过去两年多 都是摸着石子过河 谨慎的往前走 显然他以为摸着石子过河 就是谨慎的用语了 然后他说逐步呢 把这个入境天数 从14天缩短 10天缩短7天 缩短3天 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哦 有没有进步 我们稍后再来谈 但我们先来看 怎么会蹬的一下冒出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来了 这几道我要丢凯箱 好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今天 晚报团队非常的认真 给大家找出了三种出处 任何一种出处 都怪怪的 第一个是按照我们的国语词典 教育部的国语词典 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呢 叫做走一步算一步 比喻无力改变事实现状 只能够听任事情自由发展 他讲的应该是这种吧 好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根据四川 四川人摸着石头过河 我应该是有点口音啊 摸着石头过河 是不是这样讲 不会哦 这是个邂逅语 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标准的 四川骂人邂逅语哦 完整的句子是怎么讲 摸着石头过河 答案是红鬼 就像秃子打伞 无法无天一样 摸着石头过河 你在四川这样讲的话 你在四川不能讲这句话 讲这句话是骂人的 就红鬼骗鬼的意思 所以还是说陈时中说 过去两年多了 我们都在骗鬼 另外还有 这是出自于大陆知名 经济领导人 陈云的口中的一句话 他是在1950年的时候讲的 叫什么 陈云说 对于物价不断的上涨到不行 下降也不行 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 处理要稳定 所以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今天查到 有这种三种出处 你觉得陈时中 讲的是哪一种呢 我要讲第四种 我觉得摸着石头过河 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我还蛮常用的 那其实我之前 之前的 就是 就是在典故 就是其实就是有时候 你知道河啊 河这个 吸水未必清澈嘛 可是你要过河怎么办呢 那你 你如果一脚踏不好 你可能要嘛掉进漩涡 要嘛又掉进这个很深的地方 你可能会摸顶 于是呢 你就只好 你看不见下面的状况 看不见河底的 河床的状况 所以你只要摸 就是伸手下去摸 发现有这个比较 比较稳的 比较高的石头 你就只好再下一步踩过去 那你下一步在哪里 又没有着落啦 你只好再弯下腰来摸那个河床 看有没有比较踏得稳的地方 用这种方式 比喻说你可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状况到底怎么样 你没有一条被 就是很明确的路径 那你只能且战且走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探索 下一步要往哪里踏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这句话 这句话这样子 陈时中也许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在 替你在放插 这是不是完全不合理啊 因为今天这条河 假设新冠肺炎侵袭 全球是一条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这样 这一条大河 但是并不是只有台湾在过河啊 并不是只有台湾在过河 特别是Omicron这波疫情 这条河已经有很多国家踏过去了 有新加坡 有日本 有韩国 有很多欧美国家 他们已经告诉你说 大家都告诉你石头在哪里了 对 告诉你石头在哪啊 该往哪里走啊 哪一步该往哪里走 在河的对岸等着你过去了 告诉你说石头哪里可以踩啊 你自己闷着眼睛不看 又或者是你有很多的歪念头 想要给自己人护航 徒利 然后呢所以你什么事都不做 你该买快摄不买 该买疫苗不买 该买药物不买 你什么都不要 然后你还要骗大家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啊 那请问河对岸的那些 那些对不对 小兄弟们 也不是小兄弟啊 大哥们 大哥们怎么走过去的呢 所以我觉得不要骗啊 讲这个真的很 让人家觉得说你不讲还好 真的一讲都失分 我真的觉得你台北市场还要选吗 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反指标了呀 好 所以我很想问一下陈部长 可不可以主动打电话给我 独家打电话给我 你想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是一二三 还是凯翔讲的四呢 我超好奇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